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贱人还真的靠了我一晚上 酸死了 文文文 这履历也不用写得这么详细吧 这个贱人 竟然敢给我下毒呢 卑鄙 无耻 假 伪君子 不行 我得想办法找到解药 要不然不是别想逃出去了 人不见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小的说话 请六王妃恕罪 停身吧 那王妃也不是什么魔鬼 小事小事啊 谢六王妃 下去吧 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双剑手呢 不行 我的专业技能是用来劫富济贫的 我得把这个荷包还回去 糟了 被发现了 老郭 咱儿媳妇这腿是怎么了 夫人 你可否忘了你昨天晚上送祝福了 休养一下就没事了 好好好 怪我 怪我 那我可得好好犒劳犒劳 我这好儿媳了 儿媳啊 起快吧 怎么了 这些菜不合你的口味吗 要不我让大厨再给你做几个 不是 不是 母亲 我是想问 这些菜 我都能吃吗 当然可以吃啊 你放心 只要有我原理在 你想吃什么都有 没想到当王妃还有这福分 当个饱死鬼也不错 我 你的手腕上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儿子平常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怎么劲都往这处使呀 这大金镯子你就戴着 省得让人家看见 还以为我们重王府家暴呢 嗯 这大金镯子 看着重量 看着做工 看着香边 太好了 这比这两鼻子强了吧 不哭不哭啊 不哭啊 不哭 习惯了就好 母亲 文文也是女孩子家 头一次遭到这样的对待呢 好 我一会儿啊 就教育她 让她怜香惜玉 别什么事都顾着自己 尊重一下女性嘛啊 母亲 还是你对人 文文 不得无礼 母亲大人 文文她初来乍到 对于衣冠礼月都尚不熟悉 还要母亲见谅 我看你才是无礼呢 莲香惜玉懂吗 相敬如宾 这才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母亲 能嫁到重家 文文真是三生有幸啊母亲 你看看 多么单纯 又不做作的女子呀 娘子啊 这可是我从广原花重金打造的 要是丢失了可怎么办 丢不了 丢不了的啊 六儿 这钱财乃身外之物 丢了也无妨 好 再说 咱们重王府不是还有一大堆呢吗 一大堆 那你还不快谢谢母亲大人 谢谢母亲 没事 今天天气好热呀 你这脖子上又是什么呀 相公 这是可以说的吗 说呀娘子 可是 我也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有一些害羞 母亲 您要是想知道的话 我悄悯悯地告诉您 想知道想知道 为娘也想开开眼啊 这个 是相公 那怎么能行呢 那不行那不行啊 那可不行 赶快把这个带上 挡着点挡着点啊 别让人家看见了说闲话 这王妃当得也太爽了 母亲大人 您这是作甚啊 闭嘴 这我们姑娘家的秘密 你们男人啊 少插嘴 谢谢母亲 不谢不谢 不会吧相公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逃跑了吧 我的好娘子 刚才胃口挺好的呀 话那么多 怎么没把你给议死 我这不是做好 一个娘子的本分吗 跟母亲打好关系 你看 母亲她多喜欢我 不 多喜欢闻闻闻呀 那你可一定要扮演好 闻闻闻 好的好的 孟毅 闪花宴什么日子来着 人生人子人生日 集圣月的三合 剑锋精密 五行为精 以海棠诸红 吉祥花为百合 这回 该让你当一次真正的女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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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